美国海军的一艘军用快速运输舰在护卫舰艇的伴随之下进入黑海,其通过黑海海峡地区的照片已经广为流传。 莫斯科新闻报引用俄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的话说,美军这是彻头彻尾的挑衅行为,是抵制俄罗斯的家门口进行威胁,俄军不会袖手旁观,开入黑海的美军战舰我们都知道,黑海地区对于俄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地位。 这片地方之于俄罗斯,就如同加勒比海之于美国一样,是自己的绝对控制范围,万万不许敌对势力燃止,更不许挑战其地位。 在美俄关系恶化,军事摩擦大为增加的今天,美国军舰这种踢管行为目的很明确,就是要在俄罗斯的关键地区动手脚,而且表达美军的一种态度。 我海上力量特别强悍,就是赶来,你能怎么样?俄军工部的导弹试射照片不过俄国人的反应是很快而且很直接的。 从当天开始,俄罗斯南部军区和黑海舰队所属部队,开始了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,打的不是普通炮弹、子弹,而是反舰导弹和巡航导弹。 其中,陆基的导弹旅试射了最新式的伊斯坎德尔K式巡航导弹,除了对地面目标精确打击外,也可以承担对海任务和战术弹道导弹。 海军部队试射了口径系列反舰导弹,导弹均成功命中目标,把把船彻底摧毁,取得了良好效果。 俄军公布的对把船的打击画面不过俄国,人的导弹自然不会白打,因为其目标是直接指向美国军舰的,导弹试射会公布和划定海上禁区,而俄国人打出的20余枚各式导弹划定的禁区很广泛,也很巧合,都在美国军舰所在区域,或可能前往的路线上。 俄国人甚至还迅速设置好了把船,这样的指向性很明显了,面对这种措施,美国军舰只能后撤逃跑。 莫斯科新闻报的文章趁,在公布导弹发射禁区后,俄军雷达核侦察机,发现美军立即改变航向,加速逃离相关区域,发射的陆基导弹。 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事件,可以认为,俄国人的导弹试射就是百名了对着美国军舰而言的。 利用这种强硬手段,俄国人不仅把美军军舰从相关地区挤走,更是直白地表露了自己的不满和绝不妥协的态度。 我们知道,俄罗斯已经无力在和90年代,前的联盟时代那样,在浩瀚大洋与美国舰队展开全面争夺,军舰航计遍布海洋。 但其底线就是,依托轻型舰艇和暗基导弹,绝对保护俄罗斯附近的重要海区,绝对不许他仍然指,前面的发射车装载的吉尾伊斯坎德尔K,忍无可忍,的俄军对美国人的越线行为遭到猛烈反击也是十分正常的。 如果俄国人不作出反应,那么美军自然就是得寸进尺,在和美军那么多年的对抗中,俄国人也知道一个道理,必须比他更强硬,他才会怕,装备可以差,但行动绝对不能怕,美军方面对俄军的评价则是,这样的对手,或许他们手上只剩下石头,都会毫不犹豫地砸过来。 俄军已敢于战斗著称,士气高昂俄罗斯,在黑海的依然亮剑,除了震慑美军,对黑海区域的其他国家也是一种提示,展现着俄罗斯武装力量,在该地区仍有着优势,并且有坚定的作战决心,最好不要和美军站在一起,20枚导弹能形成如此大的影响,俄国人在与美军的对抗,中的确很有一番手段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